好那么传统资源回收业给人脏乱的刻板印象 台东环保局从法规环境整洁 消防安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四大方面辅导地方资源回收业 并且推荐业者接受环保署的评鉴 那么环保局表示 透过核发标章的方式树立业界标杆 希望各界资源回收业者能够仿效 做好资源回收的同时也维护周边的环境 传统资源回收业给人脏乱的刻板印象 台东县环保局从法规环境整洁消防安全 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四大方面辅导地方资源回收业 并推荐业者接受环保署评鉴 新增援环境保护署推动应回收废弃物回收处理业评鉴计划 台东县昆富企业有限公司 以及中华直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东厂等两家回收处理业者 在全台资源回收业处理业者中脱颖而出 分别货班回收好处编标章 以及资源循环基石标章 环保局表示这次凭见环保署共分为 回收业者以及处理业者两大组别分别竞争 回收业者为收受民众商家资源回收物的回收商 处理业者则是将回收物经过工厂处理后 制成再生原料让资源能够循环使用的业者 环保局长期辅导回收商 这次环保署透过核发标章的方式树立业界标杆 希望各家资源回收业者能够效仿 做好资源回收的同时也能维护周边环境 扭转民众的负面形象 让民众政府回收商清洁队四大体系一起合作努力 台东县府表示 台东县资源回收业者共同努力维护台东环境 破除脏乱混乱的刻板印象 也呼吁台东县所有资源回收相关业者可以仿效 也透过经由推荐让业者接受评鉴获得标杖 期盼能够带动其他家业者共同维护台东环境 记者盘这里台东市报导